在这个视频里我要讲两件事 一是强调一下量率对应 二是讲讲分率加减 先说说啥是量率对应吧 量率对应这个词貌似很专业 其实吧不过是老九装心评 我就拿第一个视频里 大毛二毛吃鸡蛋的例子来说 大毛吃了五个蛋是二毛的三分之一 在这句话中 得自前面的二毛就是单位一 所以画出线段图了 二毛就得标上一 而分率三分之一和五个鸡蛋都是大毛的 所以得标在大毛那条线段上 于是五个鸡蛋与三分之一就对应起来了 五个鸡蛋是数量 三分之一是分率 数量和分率明确的对应关系 就叫做量率对应 那量率对应有什么用呢 不会别的 只为求单位一 因为大毛是二毛的三分之一 所以大毛就等于二毛乘三分之一 而现在大毛的数量已知 要求二毛 得把大毛除以三分之一才对 因此五这个量除以三分之一这个率 就可以算出二毛这个单位一等于几了 算算答案得失误 由此可见 量率对应其实就是第一个视频里的一个公式 把部分量除以分率就得单位一 不过利用量率对应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说的更加简单 量率对应 拿量除以率就得单位一 好了量率对应讲完了 再说说分率加减的事 这事吧 其实也不新鲜 在上个视频里 A比B多几分之几 我们就是拿1加几分之几 来求A的分率的 类似的 有一堆苹果 你妈吃了三分之二 你爸吃了四分之一 剩下的你来吃 那你吃的就是一减三分之二 再减四分之一 结果等于总量的十二分之一 再比如 有一堆金币 搬走一些使得总量下降 比原来减少了九分之一 又搬来十吨使得总量增加 比最开始还多了六分之一 前后比较立马可以求出 这十吨对应的分率 就是九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得十八分之五 哎 貌似量率对应了 十吨对应十八分之五 所以 把十除以十八分之五 就可以得到单位一的数量 算算等于三十六 这就是最开始的总量 不过不是所有的分率 都可以随便加减的 必须保证单位一统一才行 不然就会闹笑话 比如有瓶矿泉水 你先喝了全部的二分之一 再喝剩下的二分之一 如果你拿一减二分之一 再减二分之一 号称自己已经把水喝完了 那就是在胡说八道了 因为这两个二分之一的单位一 完全不同 根本没法在一块加减 那该咋办呢 不用急 下一个视频就会告诉你 好了 内容就讲到这 不管是量率对应 还是分率加减 关键都在单位一上 量率对应 是为了拿量除以率 求单位一 而分率加减 则要求你心理保证单位一统一 才能进行加减 所以在解题时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单位一